休旅車開在馬路上 但車身明顯向左傾斜 地面上還不斷冒出火光 仔細一看 原來左邊兩顆輪胎都不見了 輪胎的碟盤摩擦地面 駕駛還一路加速 穿過路口 一旁行駛的民眾都嚇呆了 他已經沒有輪胎了 他沒有輪胎 這太扯了 這個人在幹嘛 是發覺在15號晚間 桃園歸山區三米路上 明明車子少了兩顆輪胎 駕駛硬要行駛在馬路上 不知道是否趕著去休旅 還是有特殊原因 但休旅車這樣開在路上 萬如一洞的瘋火輪 警方表示目前還沒有接到相關檢舉 但休旅車這樣的行為 已經有危害他人 依法是可開罰六千元以上 兩萬四千元以下罰還 民眾千萬別為了 省脫掉車的費用 頒將故障的車子開上路